洛杉矶县警局天普市分局7号举办节日期间警民见面会讨论日常常见安全问题 天普市警局警员分享如何避免长者财产欺诈 房产欺诈 商业盗窃和减少入室盗窃等信息 约有50名左右当地居民参与讲座 并与资深侦探问询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安全问题 洛杉县正为八格夜出席当天的活动 他表示每个人都很关注治安问题 希望这些活动和资讯能帮助大家提高警惕 减少成为诈骗犯欺诈目标的机会 同时也希望在节日里保护资深安全和家庭财产安全 已有20多年经验的探员道格洛克伍德表示 截日期间民众和商家要注意防盗 在室内外安装监控摄像头 护院狗以及培养随手锁门的习惯都能一定程度上有效制止防盗 同时商家也可以考虑聘请安保在商场内进行巡逻 把贵重物品放在商铺后面或锁起来都能降低被盗的风险 同时他还表示民众独自外出时不要携带大量现金或佩戴过于醒目的贵重物品 同时留意好锁好车门 犯罪分子通常会尾随比较容易下手的受害人 然后实施盗窃 建议民众把住家附近的警局地址输入到手机常用地址内 如果遇到可疑人是尾随 可以直接开到警局 并在路上就拨打报警电话通知警局不要回家 自身反诈警探艾莉也在现场分享长者如何避免上当 她建议社区群众可以多多参加这类的警民活动 了解骗子最新的犯罪手法才能保持警惕 天普市分局自今年9月 洛县警局组织打击零售盗窃以来取得佳计 警局的组织零售专案团队目前已逮捕196人 巡回价值超40万美元的盗窃财物 向检察官办公室递交100个起诉案件 凤凤凰卫视皮尔瑞 林汉琴 洛杉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